佐伯特 贝尔 电视频 通光 翻轴 电视频 贝尔的定理 我们上次已经稍微叙述过了 也给过证明了 贝尔定理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Complete Matrix Space的话 整个space是second category 但second category你必须先了解 什么是second category 就是不是first category 所以你又必须了解 什么是first category first category就是说 它可以用可数多个 nowhere than set的union表示 那样的话就是first category 那你必须要知道 什么是nowhere than set 就是说一个集合 它是nowhere than 意思就是说它的closure 的interior还是空集合 你把它加大以后 closure取closure之后 它的interior还是空集合 那就是nowhere than 那如果是一个集合 又可数多个 nowhere than set的union表示的话 那就是first category 是比较小的集合 nowhere than set 因为你都已经加了closure的话 还没有interior的话 就比较这个集合比较小嘛 对不对 比较薄一点 对不对 那你最多在可数多个union的话 那也是比较小的 那是first category 那贝尔是说呢 如果是一个complete metric space的话 那整个space呢 是比较大的 是second category OK 那么实际用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用下面这个叙述来实际用 就是说呢 同样的假设 在complete metric space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集合x呢 可以用可数多个closed set的union表示的话 那一定某一个的interior呢 一定是非空的 OK 原因就是说 如果说 这个结论不对的话 那就说每一个的interior都是空集合 那变成 每一个xn的话 都是nowhere dance 那它的union的话 就变成first category了 那就跟我们上面的叙述就矛盾 我们是已经证明了 它是second category 所以我们实际用的话 就常常是用下面这一个叙述 所以这个 这个贝尔定理呢 当然是一个 不是那么明显的 一个结果 不是一下子看得出来的 那么它用在很多场合 当然用起来是 需要花一些时间 要验证说这些条件成立啊 之类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用拓扑的方法 这个定理是一个拓扑的 我们现在是一个metric space complete metric space 用拓扑的方法呢 来做分析的工作 我们说这个范汉分析呢 基本上就是用拓扑用代数的方法 我们现在代数的方法还没进来 因为我们家的空间只是一个拓扑空间 它不是一个向量空间 我还没有假设它是向量空间 所以代数的这些 概念都还没有进来 所以我们完全是用拓扑的方法 做分析的问题的话 那这个是很标准的一个 贝尔的定理啊 所以我们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这用起来不是那么好用 假定呢 所以就是利用拓扑的这个定理呢 贝尔定理呢 来解这个分析的问题啊 贝尔定理呢 所以如果你光看这个叙述的话 完全是分析的问题 一个函数的一个性质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点脱扑了 因为你假设它是连续函数了 所以是就需要脱扑了 那么它说什么呢 如果有个连续函数的话 你每一次固定一个A 然后这样子A的倍数跳跃跃的话 跳到无穷大的话 它都会趋经于零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函数呢 如果是沿着这个 任何一个A的话 沿着这个跳趋经就趋经于零 但是呢因为很显然 这个叙述上 这个趋经于零的速度呢 当然是随着A而变的 你不同的A的话 也许有的快有的慢了 对不对 所以并不能 并没有办法看出来 为什么 这个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说这函数本身呢 你X整个往无穷大跑的话呢 它会整个会趋经于零 对吧 所以这个假设呢 当然这反面是显然的了 如果你X整个往右边跑的话 那当然你随着A的倍数来跳动的话 当然也是趋经于零了 这反面是显然 但是这个正面呢 并不是那么显然 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趋经于零的速度呢 是随着A而变的 你不同的A可能是 有的快有的慢了 那你怎么可以保证说 所有的X趋经无穷大的时候 它都会趋经于零呢 这个就不是那么显然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你可以这样讲 这个假设呢 是一个离散的一个条件 你随着A的这个倍数 来趋经于无穷大 但是结论呢 是一个连续的条件 你所有的X趋经无穷大的话 它都会趋经于零 那这个呢 就表示 这是一个标准的利用 用这个贝尔的定理才能挣的 如果你不用这个定理的话 大概很难导得出来 所以呢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complete metric space 叫这样子表出来 那怎么样的complete metric space呢 怎么样表呢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用这个定理的话 这个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好 那我就固定一个 ε大于零 最后你要趋经于零嘛 要小于ε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我让Y的N这个集合呢 是所有的A 它是F的NA 会小于等于ε 如果N会比这个N还来得到的时候 的那些A的集合 就超过大写的N之后的那些N的话 FNA都会小一点ε的那些A的集合 那这个集合呢 用另外一个叙述表示的话 也可以这样写 你用集合论的符号来表示 因为这个对于所有嘛 对于所有的话 就是说你每一个N都要成立嘛 只要超过大写的N的话 它都要成立 那对所有的话 你用集合表示什么呢 intersection嘛 对不对 所以超过N之后都要成立 对不对 那什么东西成立呢 就是说F把它对应过去的话 要小于等于ε 那意思就是说 它介于负ε跟ε之间 你要对应过去的话 是在负ε到ε之间 那这个用集合符号表示 我们过去也都用过了 就是inverse image了 把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这边是等号 所以这边是close interval 的inverse image 是不是 这个集合的inverse 哪一个函数的inverse image呢 你这边又乘上一个N了 是不是 的A嘛 是不是 所以就是 它并不是N这个函数 并不是F这个函数本身了 因为 这边多乘了一个N嘛 是吧 是N的 N的这个函数 的inverse image了 所以并不是F本身 而是你把那个 质变数呢 再多乘一个N嘛 不过这个反正 对连续性都没有影响嘛 原来的F是连续的话 再乘上一个N 再作用F的话 还是连续函数了 是吧 那这个函数的inverse image的话 把负无穷大 无穷大 给拉回来的话 就是那些A的集合嘛 它作用A之后的话 就会落在 负无穷大到无穷大之间嘛 然后在所有都要成立的话 就intersection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这个函数也是连续了 你乘上N的话 还是连续嘛 是不是 所以连续函数 那这个是close interval嘛 the inverse image 拉回来的话 close的拉回来 就是close的嘛 所以这个是close的 然后intersection的话 也是close的 任何多少个 close set的intersection close的 所以这整个集合呢 是close的 所以啊 这个就相当于 这边这个了 close的了 那么这个A是什么呢 都是正数嘛 所以整个集合是什么呢 就是零无穷大嘛 我说呢 这个集合呢 就是 这些 YN的union嘛 这个就是我的假设嘛 因为我的假设就是说 右边属于左边是没问题了 右边就所有的A嘛 正嘛 所以右边属于左边嘛 左边属于右边呢 左边的任何一个A 它一定属于某一个YN嘛 为什么呢 左边的任何一个A的话 这个趋近无穷大的话 它趋近零嘛 你把那个条件写出来的话 就是说 存在一个大写的N 超过那个大写的N之后呢 F的N乘上那个的话 就会 作用过去的话 小一点任何的F 这个就是 我们那个条件 用集合的符号标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左边有A的话 就属于右边的某一个YN嘛 是吧 因为它趋近零 那就是说 存在一个大写N 存在的话 就是Union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 零无穷大的话 就是这些YN的Union 每一个YN都是Closed 而这个又是Complete 所以这个是Closed 所以这个条件都有了 Complete metric space 它是可数多个 Closed set的Union的话 则贝尔定里告诉我呢 至少有某一个的Interior呢 是非空的 那Interior是非空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存在有一个Neighborhood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就表示说 我至少可以找到一个 一般是OpenNeighborhood 我可以把它再缩小一下 Closed也无所谓了 是于YN 是吧 其中呢 Alpha小于Beta 有一个Neighborhood会属于YN嘛 是吧 属于YN的Interior 所以属于YN嘛 所以呢 我本来的条件呢 是一点一点的 是吧 对于任何一点A则怎么样 任何一点A则怎么样 我现在呢 利用贝尔定里之后呢 就变成是一个Interval的了 就不只是一点了 有一个Interval在那边了 这Interval的每一点都成立 是吧 就稍微好一点了 比刚才那个条件好一点了 最后的结论则是Global的条件 要求所有的X了 是不是 所以我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才能够得到最后所需要的 好 那我现在呢 再把这个条件呢 再改写一下 这个是属于它什么意思呢 当然叫符合这个条件了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如果叫 NA叫它做X的话 这只是为了这个符号了 所以我就有 Fx就会小一点Epsilon 是什么时候呢 X就相当于NA了 相当于 YN的 里面的点 就是A嘛 再乘上N嘛 就是我的X嘛 是不是 所以就是YN里面的点 那现在呢 Alpha Beta都在YN了 是不是 所以表示 NAlpha N Beta 这个都符合 这个Interval都符合这个条件了 是不是 但是呢 那这个不但是N 这个所有的N 存在一个N0 对不起 这是N0 N0 N0 所以因为是对于所有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 对于 当N等于N0的时候呢 这个要成立了 对不对 这所有大一点 所以N如果等于N如果等于N0的时候 这个要成立了 乘上那个N 所以N等于N0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都要成立了 那就是N0乘上Alpha N0乘上Beta这个要成立 还有呢 还有呢 在N是等于N0加1的时候这个要成立了 因为所有都要成立嘛 是吧 N0加1的时候要成立 所以当 这边是N0加1的时候 乘上 所有那个里面点都要成立了 乘上Alpha Beta也都成立 所以就是N0加1的Alpha N0加1的Beta等等 在这些集合上 在这些interval的里面的点的话 都要成立嘛 我这个只是把这个叙述重新改写一下而已了 因为在N0之后的话 所有都要成立嘛 那Alpha Beta又在里面 所以这个interval里面的点都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你就把它乘上 你这边需要乘上一个N嘛 所以如果N取成N0的话 这个都要成立嘛 N取成N0加1的话 这个也要成立嘛 所以只是把它改写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话还没有办法达到我所要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interval呢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了 也许这个是 我不晓得了 一般的话也许是这样子了 万一它有空隙的话 所以X如果是在这些点的话 这个都成立了 我只是把它用图表示出来而已嘛 万一说这些点没有重叠的话 那你只是这样子跳着 在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都对的 那还没有办法得到说 这个曲径 因为XG进行无穷大师的曲径 就是说从某一点之后 所有点通通要小一点 Epsilon的话才行了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这个还稍微差一点 是吧 不过呢 比原来的已经好了 因为原来是说 一点一点的时候 跳动的时候 是对的 那我现在呢 就变成一个一个Interval 是对的 但是怎么样把Interval 综合连在一起 变成整个弹线的话 那个就叫 我还要再做点事情 那你就说呢 我只要从某一个地方以后 整片的话都对 那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是不是 那怎么样可以达到整片是对呢 那就希望说这个Interval呢 可以重叠起来 也就是说呢 有某一个的下一个 这Alpha的这一点呢 会比上一个的这个Beta这一点呢 还来得小的话 那就重叠起来了 那就变成一个整片的Interval 是吧 所以呢 我就 取K呢 使得 N的 反正我这边就是N0 N0加1 N0加2等等 我现在就N0加K 的下一个的Beta呢 右边的点呢 是比N0加1的 那个Alpha的点还来得大 让你这样看这个 如果是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这边的话也许是N0加K的Alpha 然后这个是N0加K的Beta 再下一个的话是N0加K加1的Alpha N0加K加1的Beta 那如果说我可以说使得这一点呢 比这个还来得大的话 是吧 所以如果说我可以使得这一点 比这个还来得大的话 这个是我的 N0加K的Beta 比下一个的N0加K加1的Alpha 还来得大的话 那我这两个区间就重叠起来了 是吧 那就是这一片的 中间就没有空隙了 是吧 所以K的Beta-Alpha 我要求呢 剩下的东西放到右边去 N0的Beta N0的负的N0Beta 加上N0的Alpha 加上Alpha 所以呢 我就事实上呢 我只要K 只要大于这个数就好了 我如果有这样的K的话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Beta-Alpha 反正Beta比Alpha大嘛 对不对 Beta比Alpha大嘛 所以如果K是超过这个数的话 那我就有那样的不等式了 那这两个就会重叠起来 那但是我要的是 整个半线全部是重叠起来 是吧 如果这个对的话 那我还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下一个 是不是所有的后面都要对的 是吧 就是下一个的 下一个的Beta 是不是还会大于 前一个的Alpha 是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保证说 这个东西又比下一个又大 这样的话 那整个后面全部连成一条半线 是不是 那这个的话也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验证一下 看这个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对不对呢 因为 就是利用我们这边原来的这个取法了 这个是对的 这个已经对了 按照这个取法的话 这个就对了 是吧 所以呢 N0加K 我这边有一个N0加K的Beta 是大于N0加K加1的Alpha 是不是 这边还有一个Beta了 再加上一个Beta 但是Beta又是大于Alpha 所以这个又大于N0加K加1的Alpha 加Alpha 所以总共是多少呢 N0加K加2的Alpha 那确实是我所要的 所以这个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就继续做下去了 后面的话也 这个Interval呢 当你K取人这么大以后呢 这个所有Interval全部重叠了 都有共同的部分 所以这样的话 这整片统统只对的了 对不对 它的Union的话 从这里之后 所有点都对了 所以呢 从这边的话 如果对于这样的K的话 则Fx 小一 等于Epsilon for all x 银 从哪里开始 从这个开始之后 所有的全部都重叠了 其中的K就是那个K了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了 因为Epsilon是任意给的嘛 所以给我Epsilon 我找到一个很大的X 就是这个数了 这是我刚刚找到的 K是符合这个条件找到的嘛 对不对 找到这个数 然后超过它以后 都会小一点Epsilon 所以呢 也就是说 F呢 去进行为0 所以这边这个N0是从贝尔定理出来的 K是从这个样子取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两者都可以取得到 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那Fx的就会 结论至小一点Epsil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用起来是 当然是要稍微麻烦一点了 你可以从这个 所以你可以大致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一个pointwise的condition了 它给每一点有一个收链到0 每一点有一个收链到0 它速度也许是不一样的 那利用贝尔的定理呢 就可以得到 在所有的 这些的interval上面 都会相当小 所以这个条件呢 可以说是一个local的condition 就这个条件了 就这个条件了 它是本来是一点一点 现在变成interval interval的 然后呢 你再怎么样想办法 还要另外想办法呢 把这些一个个的interval串在一起 所以就得到这个条件了 所以这个条件的话 就是一个global的条件 所以这个贝尔的定理 主要的告诉我们的就是从 怎么样从pointwise的condition 变成local的condition 是吧 因为它有interval嘛 它interval是nonempty嘛 所以有interval interval就是一个 有一个neighborhood嘛 是吧 neighborhood是一个局部的条件嘛 所以你还要另外想办法 把这个neighborhood 把它怎么样给再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整体的 反正A等于0 反正A等于0也无所谓 反正A等于0 就是 就表示说 F0要等于0了 如果符合那个条件的话 是不是 那N怎么乘 那只有在0 N怎么样 N怎么去乘以A的话 只有在0 在0点 对啊 也没关系吧 那就表示F0等于0 F在0点 直等于0 那这样无限大的地方 这样怎么样 这样在无限大的地方 不就 不是啊 这只是条件之一 因为它是对于所有A都要成立 那A等于0的话 那只是条件之一 是不是 那所以表示F0是等于0 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条件 也无所谓嘛 我用A大于0的条件 反正它对于A等于0 或A大于0 通通成立 是不是 你刚刚强调的是 A等于0的条件 A等于0条件反正就告诉我 这件事情就是F0等于0 但是我不要用它也无所谓 是不是 我用A大于0的条件 还是可以 那其他后面 反正这个也无所谓 我其实把那个条件改成A大于0 也无所谓 那是假设 我可以把它再减弱一点 也无所谓 对不对 主要的是说 对于其他的A大于0的话 都成立 所以后面还是继续可以说下去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只是给一个例子 说怎么样用这个贝尔要不然的话 如果只是给这样一个叙述的话 只是你是晓得这个叙述是这样子 那怎么用呢 这个并不晓得 那实际用的话 事实上当时 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比较人为的 造的一个例子 实际用的话 当不是这样子用的了 实际要用的话 主要的是说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所以其他例子我们就不仔细叙述了 这是给一个问题的这个定理的叙述 那个证明的话 稍微反一点 不过原理是跟这个有点类似的 OK 就是贝尔的定理可以把这个pointwise条件 把它转换成local的条件 然后你还要做一些工作 把local再转换成global 另外一个比较常看到的例子就是这个了 这个里面的用的soup norm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ab上所有的连续函数的集合了 那它一定是有界的了 所以其他的soup了 它的 这是一个complete metric space了 其实应该 我们现在这个soup呢 不过无所谓 complete metric space 那你 y如果是用 所有这个里面的函数 它是 nowhere differentiable的话 它的连续函数 但是它在ab的任何一点都不可为分 那当然这个各位在高维上都见过了 实际上是可以造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一个weilstrass的定理了 我想大家可以查一下高维的 每本书上大家都有的 那当然这个weilstrass是19世纪的人了 所以它这个例子是用就实际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方法是19世纪的方法 那如果你用bayer的定理证呢 所以它各有优缺点了 weilstrass是说 它实际造出一个你看得到的一个函数 它是没有一点是可为分的 但是呢 它就比较没有一个宏观的看法 就是说呢 这一类函数是多数还是少数 在所有的连续函数里面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bayer的定理方法呢 就可以验证呢 这个东西呢 是second category 所以表示说 事实上在连续函数里面呢 没有一点可为分的函数呢 事实上是多数的 OK 当然也有缺点了 就用这种方法 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说怎么样的函数是连续 而没有一点是可为分的 那这个如果你要具体看这个例子 还是要回到weilstrass的那个例子来看 这个反正就是 但是这个是比较20世纪的方法 用拓步的方法是可以验证到的 当然就是类似于用这种的方法 可以验证到它是second category 就如果是first category 怎么样会导致矛盾呢 什么之类的 OK 那另外一个例子 是 这个的某一个topology 那这个叙述上就稍微更麻烦一点了 因为如果连续函数的话 你就用它的两个函数的 差的最大值嘛 是吧 它的数谱嘛 但是呢如果是可为分函数的话 无穷次可为分函数的话 那你必须把 除了函数本身 还要把它所有的可为分的这个大小 统终要考虑进去了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 可以定义一个 某一个metric OK 这个详细的我们之前就不讲了 你可以定义某一个metric 那么可以证明呢 使得变成一个complete metric space 那么 验证了所有在 这个里面的盘数 这个大家在微积分里面都有见过了 各位说微积分注教的话都晓得了 就是在大一的微积分课就有了 就是说呢 一个函数呢 是可为分的话 不一定能够 用它的pair series 展开来表示 对不对 最具体的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 所以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画图的话 是左右对称了 因为这种平方嘛 是吧 x趋近于零的话 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极限了 然后两边的话是趋近于零了 所以这图形的话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在大一微积分里面 所有课本里面都有了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是无穷次可为分 所以不但是 所以不但是连续了 是一个圆滑的曲线了 在整个实数轴上是 无穷次可为分 但是呢 它不能用 在零这一点的话 它不能用 推特展开式表达 当然在零这一点是可以 除了一离开零的话 就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它的所有的微分的话 我应该是写的 对不起写错了 fnx的n阶层的零 就在零这一点的 然后这个是x的n次方 推特展开式 这样子 当x等于零的话 那只剩下一项了 就是在零这一点的值了 所以当然左右相等 但一离开这一 x等于零的这一点的话呢 其他所有项目 因为它的微分呢 都等于零嘛 不管多少次的微分 都等于 这在白亿为继分就有了 所有微分等于 所以右边呢 是很等于零的一个函数 是吧 但左边的话 是函数这个样子 是吧 所以这个是y等于fx 但是呢 右边的话是很等于零的函数 所以这两个函数呢 在零的时候要零 对不起 这个好像不是很对啊 趋劲无穷大的话 趋劲一 对不起 写错了 这个不对 啊 应该是在这里是一 一 是这样子 这样子 是吧 所以这个函数是 x趋劲无穷大话 是趋劲一嘛 是吧 所以两边是趋劲一 对称 左右对称 然后在零这一点是零 所以呢 这个函数跟它的taylor展开式呢 只有在零那一点是重叠的 其他地方任何一点都不重叠 是吧 所以不能用这个 那我们可以 但是因为这个如果可以展开的话 就有很多好处了 一个函数如果用taylor展开 展开的话这个就在负变里面 这不但是实变数 再负变数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负变函数论 这门课的原因就是 负变数函数论考虑解析函数嘛 解析函数意思就是说 可以用它的taylor展开 是展开的意思嘛 那有这个的话就很多好处了 你可以做微分 可以做积分 可以做很多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在微积分里面 就很多事情不能做了 原因就是因为它 即使是可微分 也不能用taylor series展开 比如说这个就是具体的例子 所以呢 在十变数里面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定义说 我们说它是 解析在一点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假定说 它在它的这一点的neighborhood 可以用它的这个taylor series展开来 所以如果在x0的那一点附近的话 可以用taylor series展开 我们就说它是 即使它是十变数 十变数 我们也可以考虑analytic function 就十变 十的analytic function 好 那就回到我们这边了 所以这个函数就不设analytic了 对吧 在0这一点就不设analytic了 那 那 那一般呢 应该是这样子 比这还要 no wheel analytic 跟这边类似的 所以那个只是在 事实上我们那个例子 只是在一点不设analytic了 在x等于0这一点 它不设analytic 它不能展开来 但是在其他点的话 又可以展开了 是不是 因为其他点是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 当然是可以展开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还只是 这个例子还不是很好了 只有一点不设analytic 其他所有点都是analytic 但是呢 如果我们考虑 所以 就是说 它在没有一点是analytic 这个函数更少了 你平常都看不到了 是不是 不太容易造得出来 没有一点是analytic 所以它每一点可为分 但是任何一点都 无法用它的Taylor series展开来表示 OK 但是呢 如果你用Beart 你可以证明了 这个还是second category 跟上面这个类似的 那表示说 这个函数呢 还是大多数 大多数函数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所有在可为分函数里面 所有的无穷次可为分函数里面 大部分函数呢 都不能用它的Taylor series展开来 但是你说要具体的找一个例子 也找不出来了 如果用这种方法证的话 是不是 我们这边找的例子只是一点 不是analytic 其他点还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要找的话 例子不太容易找 不过呢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整体的概念 就是说 所以这个就是近代分析的方法 用Beart的定理来做的话 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知道它是大多数是这种函数 是吧 好 所以这个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C题 这一节就讲完了 都是很简单的 只是验证一下简单的例子而已了 所以这个是 因为这个像代数的方法还没进来 还不是向量空间嘛 它只是拓幅空间了 是一个matrix space了 所以这贝尔的这个定理呢 当然它是19世纪到20世纪 这个交叉的那个年代 我们上次讲过是1899年的得到的 是可以说是近代分析的一个 早期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话如果要查的话 例如说可以查 杠杠杰 好 下面看看这个第五节 所以前面的话是讨论complete的情形 是吧 下面呢我们讨论compact的情形 那这个性质大致上都有了 当然大家学过这个高维的话 晓得compact的话 就是说任何一个open covering 都可以找一个finite sub covering 不过那个定义只是 基本上是理论上用的 实际用的话就是 一般是用这个所谓的sequential compact 就是说任何一个sequence 你可以找到一个convergent sub sequence 那一般用的话是 最早是这样用的 当然对于最一般的tope空间 这两个概念并不等价 compact跟sequential compact 并不等价 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这边的话 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范围缩小一点了 考虑的是metric space 所以在这个space上 compact跟sequential compact是等价 不过这个定理在后面 我们不打算生的 因为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先证明一些简单的东西好了 所以如果是一个metric space 如果是 sequentially compact 如果是 sequentially compact 所以我们现在就并没有假设 它是complete的 一般的matrix也都 matrix space也都是对的 它有一个集合是sequential compact的话 所以对于matrix space sequential compact比较简单一点 概念上比较简单一点 它一定是closed的 一定是bounded的 一定是separable 证明它是closed的话很简单了 k是closed的话 所以你要证明closed的话 就是说当然有一些等价的条件 不过你就我们一般 叫利用这个sequential compact的性质的话 当然就是说 假定有一个sequence收敛的话 验证说它的极限一定在k里面 而这就是compact 有一个Sequence 在K里面Sequence 如果收敛的话 当然我们收敛是说只在X收敛了 那如果你能够证明到 这个极限呢 事实上在K里面的话 那就表示K是compact K是closed OK 所以这个很简单 利用Sequential Compact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Sequence了 所以Sequential Compact的话 K是Sequential Compact 存在一个Sequence 它会收敛到K里面的某一个元素 K是Sequential Compact 就是说它里面的任何一个Sequence 你都可以找到一个subsequence 收敛到那个极核里面 K里面的某一个元素 当然这个元素也许不一定等于X的 不过呢 从这边假设看就可以 Y实际上就等于X了 X如果收敛到X的话 X的任何subsequence也是收敛到X了 那既然这个都收敛到同样东西 所以X就等于Y了 那Y已经在K里面的话 X就等于它 所以X就等于K了 所以就证明了它closed了 第二呢 我们证明它bunded 那么一般的Metric Space bunded什么意思呢 过去也定义过了 也就是说呢 验证了任何 这个极核里面的两点的话 它的距离的subsequence是有限了 这就是bunded嘛 好 那你就 假设不然的话 那就subsequence是无穷了 对不对 那就表示什么呢 你可以在K里面找一个sequence XN YN 它的距离呢 会趋近到无穷了 那如果sub是无穷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sequence趋近到无穷 所以呢 就存在sequence 使得它的距离 趋近于无穷 对不对 距离 大于等于N好了 大于等于N 是吧 不过N的话 都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它的距离比N还要来得大 就会跑到无穷去了 是吧 所以要证明它是bunded 假定不然的话 那就可以找到这样sequence 那有sequence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sequential compact的性质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所以我现在是要导出矛盾嘛 但是呢 如果你直接用sequential compact 好像还没有矛盾 你说XN找一个subsequence 或者YN找一个subsequence 又怎么样呢 它还是大于等于一个很大的数啊 然后呢 还是没有矛盾嘛 是吧 所以我要固定一个 固定另外一点 固定 固定X里面的任何一点 然后呢 这场用的三角不等式 是吧 所以呢 中间差一个Z的话 那就比XNYN的距离来得大了 这个是大于等于N 对不对 所以两个数加起来大于等于N 表示什么意思呢 至少有一个数要大于等于2分之N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两个都小于2分之N的话 加起来的话就会小于N 就跟这个矛盾了 不过呢 不过呢2分之N还是很大了 是吧 所以呢 你就可以 但是它有的时候是X 有的时候是Y了 不一定的 对不同的N的话 是吧 有的是X 有的是Y 那不过不管怎样 我只要找一个Sequence就好了 我就找 反正总有一个嘛 你或者如果是XN的话 那就去XN 如果是YN的话 我就去YN 是吧 所以呢 它或者是XN 或者是YN 使得呢 它的跟Z的距离呢 大于等于2分之N 所以这样就有一个Sequence 有一个Sequence的话 我这样就可以用这个 这一个 这些都在K里面 是吧 UN在K里面 所以呢 利用K是Sequentially Compact 所以存在一个Sequence 好 收敛到 某一点U U也是在K里面 是吧 好 然后再利用一个三角部等式 就导致矛盾来了 所以这个是 U的NK 跟U U的 Z 那这个三角部等式 是大于等于 U的NK 跟Z 而这个是大于等于 2分之N 2分之NK 这边是NK的话 这边就是NK了 不过还是反正趋近无穷大 也无所谓了 所以K如果趋近无穷大的话 这个就趋近无穷大了 而这个呢 这个趋近它 所以这个趋近零 这两个加起来又比那个大的话 所以得到U跟Z的话 是无穷大 那这个是矛盾了 因为任何两点的距离是有限速 不可能是无穷大 对不对 那所以表示说 K必须是Bunded 那这个同样的证明呢 事实上我还证明了什么事情呢 我还证明了说 这个我们因为后面要 事实上我 这个同样的证明呢 从哪里开始 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这一段 这一段 是说呢 如果 Z是任何一点的话 X点的一点 K是 我实际上这边 唯一用到的性质 就是Sequentially Compact 那么它的距离最大的 是有限 因为如果不然的话 其实同样的证明了 其实从这边开始用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这个大于这个 其实只要这一段就好 那边事实上都不太需要了 这一部分的证明 就证明了是吧 那这个证明也很简单 你想想看这个 Sequentially Compact 比较小的 这边是吧 这是K 那 Z是在这里 它的距离最远 因为这个是 在有限范围之内 不会跑到无穷大的 所以它跟距离最远的话 是有限了 是吧 好 第三个 我们认证说 K一定是separable 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可以找到可数多个元素 在K里面 它的closure呢 是等于K 那这就是separable 重点是说要可数多个了 那这个怎么找呢 也很简单 我第一点呢 我随便找 然后就利用这边这个性质了 这个量呢 我为了简单起见呢 叫它定义成是 Z跟K的距离 距离 这个距离不太好 因为距离一般是最短的 我现在是最长的 好 没关系 这个也许不应该是叫这个 好 那利用这个结果 因为呢 这个距离是小于无穷 对吧 所以X就是X1就代替那边的Z了 它跟它最长的距离呢 最多就是无穷了 所以假定这个最长的叫做D1的话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D1当中正的了 这里D1是一个有限数 这个是这个的Soup 那就是表示说 你在这边可以找到一个呢 比它的二分之低万还来得大 在二分之低万到D1之间呢 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 这样的距离 因为如果不然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距离呢 都比二分之低万来得小的话 那它的Soup就不可能是D1嘛 那Soup最多就是二分之低万嘛 那就矛盾了嘛 我现在Soup是假设它是D1嘛 利用Soup的性质 所以我可以找到一个X2在K里面 使得X2跟X1的距离 我现在我要怎么写法 X1跟X2反正是一样的了 大于等于二分之低万 所以这个第二点我就找到了 那我再重复了 第三点 D2是等于Soup的minimum的 因为我要前面这两个都要顾到了 是X跟X1 X跟X2的距离 这个Soup呢 这个也是有限 因为这个 事实上这个比那个还要小了 它取minimum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minimum比这个还要小了 所以在Soup的话 当然D2事实上比D1来得小了 所以我重复那样子的话 就是说 这个这个是它Soup的话 那一定有一点呢 比二分之低度还来得大 这个minimum比它二分之低度还来得大 X我这个要的是什么 X1 X3 X2 X3 还比二分之 D2来得大 是吧 是吧 因为它的Soup就是D2嘛 所以二分之低度的话一定有一点 会比二分之低度来得大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取这些点呢 所以这个假定是K了 我虽然随便取一点X1 就是我这些点呢 既然要Dance的话 所以就必须要分散开来一点 是不是 我不能说太密集集中在一起的话 就不可能Dance 你这个取closure的话 不可能等于整个Space 整个Space的话 你当然要分散一点 所以D2的话 X2的话就跟它距离是这么多 超过一个距离 X3的话呢 minimum都比较大的话 所以X1X3X2X3都会超过 就是它跟它有一点距离 是吧 然后继续可以再做下去 X4X5等等 也是取下去 所以就是说如果再下一个的话 就是让D3就是Soup的 这三个的minimum 这也是有限了 然后所以呢 一定存在一个第四点 使得这三个的minimum X1X我反过来想 大于等于二分之第三 等等 好 那我现在就得到了 一个Sequence的 数的点在K里面 所以我要验证呢 这些是Dance 这些是Dance Dance什么意思呢 就是X里面的任何一点 的任何一个neighborhood 一定包含这个Sequence某一点 是吧 这就是Dance等下的一个条件了 所以任何一点 任何一个Epsilon大于0 我要验证什么呢 存在一点 存在一点 是在以X0为圆形 Epsilon为半径的那个球里面 那这个就是Dance了 如果这样对的话 那就是Dance了 好 那为什么可以找得到呢 Epsilon大于0 对我还少讲了一件事情 按照这个取法的话 你看D2是minimum在Soup D3是三个minimum在Soup 所以是越来越小的 OK 所以我写到这边 D1是大于等于D2 大于等于D3 当然是大于等于0了 对不对 所以表示它极限一定存在了 一定大于等于0 是吧 那我说呢 这个极限一定是等于0 一定不会是大于0 如果大于0的话 要导出矛盾 假设它大于0的话 要导出矛盾 怎么看出矛盾呢 因为如果是大于0的话 表示什么 因为对于任何这边的两点的话 这个矛盾当然就跟它sequentially compact的矛盾了 这个sequence就不会有收敛的subsequence 怎么看呢 任何两点的话 这就是大于等于2分之1的D1的 好 这边我假设说 m小于n好了 OK 所以按照我们的取法呢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minimum都比它大嘛 对不对 这个是m呢 m是1 m是2 m是3 这是n呢 n是4 对不对 所以呢 xm跟xn的距离呢 rho呢 是大于等于 这个3 怎么来的 是4在减1嘛 就是D3了嘛 对不对 你从这一系列这样看下来 所以呢 如果这边取的是m小于n的话 就相当于是那个情况嘛 这大于等于2的n减1了 对不对 就是按照我们的取法就是这样子了 而这个呢 这个极限因为这个是D减嘛 所以它极限就是它最小值嘛 所以这个是大于等于2分之alpha 而alpha如果是大于0的话 那表示说任何两个数的话 不是同一个数的话 就在sequence里面的任何两个点的话 它距离一定是 比一个固定的数还来的大 那表示说你任何取subsequence的话 就不可能收敛了 是不是 因为如果有subsequence 如果收敛的话 那它的距离就会趋近于0嘛 但是你这所有的任何两点的距离 都是超过一个固定的数嘛 是吧 所以表示说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收敛的subsequence 那这个就跟 KS Sequentially Compact的矛盾 好 那表示说什么呢 表示说xn dn是趋近于0的 当n趋近无重当 是吧 好 如果dn趋近于0的话那就好了 那ε是 所以我就表示说 这个会趋近于0 所以一定存在一个dn n够大的话 就会小于ε 所以呢 如果说 我现在要证明说可以早一点 如果说 x1到 xn加1这些点呢 万一都不属于这一个 dn为半径的球的话 我要导出矛盾了 我说至少有一点要属于这个球嘛 OK 当然这个球的话就是 因为dn比它小嘛 所以这个球当然是比这个球还来得小了 所以如果我 它万一说前面的n加1个点都不属于这个 那表示什么呢 它距离就要超过这个是吧 这个是什么 x0距离就要大于等于dn 薄m从1到n加1了 是不是 任何前面n加1个东西的话 它的距离都要超过dn了 那我说这样的话就会有矛盾了 那我说这样的话就会有矛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这个都在 所以这个minimum的话 对不对 就是rho的x1 我这个minimum要x 对不起这边还稍微看一下 这什么东西 这个 这边要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是说 这个都要大于等于abstrum OK 对 对 所以如果这边x是x0的话 那它每一个都比dn大嘛 对不对 所以它minimum的话也是大于等于dn 但是呢 这个又比它的sup来得小 是吧 因为x0是在k里面的一个点了 所以呢 这边如果把x0的时候已经是比它大了 所以它sup的话当然更比它大了 所以呢 如果把这个换成它的sup 因为x0是k中的某一点嘛 在那一点的时候已经比dn大的话 那当然它的sup的话更是比dn大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sup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的d的x 在哪里 就是我的这个tminimum的sup嘛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d的n加1了 所以这个量 事实上就是我的d的n加1 所以d的n加1就会比dn大了 这个是有矛盾了 当然你说 因为dn本来是比dn加1小的 越来越小嘛 那你说也许它刚好相等 不过没有关系 我稍微调整一下就是了 所以呢 取一个dn是小于ε 所以我这边再稍微再加一点就是了 是不是 dn再取得更小一点就是了 所以呢 这个是也许我用这个符号了 dnplus好了 把它再加大一点 还是小于ε 是不是 不要用dn自己嘛 比dn再稍微大一点的数 还是小ε 这个还是可以找得到 那我这边的话都是用 这个既然小ε 这个还是属于它了 是不是 所以dn的plus 这个数还是在这里了 是不是 dn的plus 这个都对了 那这样的话 就是dnplus 是比dn strictly来的大了 我取得稍微再大一点就是了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就得到dn加1 会大于dn了 这个就矛盾了 因为我这越来越小的 是不是 所以结论呢 是说 这边可以用掉了 结论是说 我刚刚是说 假设所有都不等于它的话 不属于它的话就有矛盾了 所以一定存在一个某一个xm 其中呢 m是1到n加1的里面的 使得xm呢 是属于b的x0的dnplus 那也就属于x0的ε 那这个就是我所要的了 我要找某一个点 它是属于这个球里面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dns了 就挣完了 好 这个是 第一个定理 如果最主要的定理 我们就跳过去了 课本上有了 你们可以自己看了 是metrics based的话 它的任何一个直空间是compact 充分比较小的 是sequentially compact 所以这两个条件在最一般的tope空间是并不等价的 是有找极端的粒子是并不等价 大概是compact比较强吧 之类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metrics based 所以没问题 这两者可以等价 好 这个我们就证明就跳过去了 所以你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呢 如果是compact的话 则它是close bounded separable 什么都是的 所以x如果是 我又写错了 应该是k了 不是x 所以k如果是compact的话 是close bounded separable 当然大家如果习惯是在那个od里的空间的话 大家都晓得compact是什么呢 如果是rn od里的空间的话 compact就是充分比较条件 close bounded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现在讨论是在一般的metrics space 所以一般来讲呢 这个反面是不对的 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x就是所有的正整数 它的距离呢 任何两点的距离呢 就是1或0 如果是不等的话 就是1 相等的话 非要是0不可了 如果它是metric的话 所以这个呢 事实上是一个metric space 并且还是complete 就是很远的 就是 complete 很容易看啊 如果 cauchy的话 相当大以后 它要距离很近 但很近的话 它因为不是1就是0 如果你epsod用1分之1的话 非要是0不可了 所以它就收斂了 所以是一个complete metric space 那K是什么呢 K就是整个X这个空间 那它是closed 没问题 整个space当时closed了 它是bunded 也没问题 因为它的两点的距离最多就是1 你再怎么取数捕还是最多就是1 所以closed bounded separable 我讲也没问题 因为这个X本身只有可数多个点 你就去Xn就取得X里面所有点的话 那它就closed 就它自己了 所以separable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它不是compact 那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open covering 它的任何的有限的sub covering都不存在了 那这很简单了 X的covering是什么呢 就用每一点为圆形 2分之1为半径所做的球 小于2分之1的话 只有一点了 因为它不是零就是1嘛 所以如果你要距离是小于2分之1的话 只有它自己那一点了 所以这个呢 事实上就只有自己这一点 那这个是一个open set 是吧 这个一个球嘛 所以这个open covering 但是显然没有有限的sub covering 任何区有限格 那只有有限点 有限点不可能cover整个space 所以它不是compact 是吧 所以它不是compact 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有那个定理 用定理2的话 你也可以验证它不是sequential combine 你可以用定理这两个等价嘛 但是呢 如果直接验证的话也可以的 它不是sequential combine 那就找一个sequence 它没有收敛的sub sequence 那这个例子的话就是 这个sequence就是这个啦 这个sequence 它没有收敛的sub sequence 因为你sub sequence的话 它的点还是不同啦 所以距离还是1了 就不可能收敛嘛 距离不可能取近于0嘛 所以直接看的话就这样 要不然你用定理的话也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跟OG里的空间那么好了 你说close bounded的话不一定是compact 那怎么办呢 那在一般的complete metric space的话 有一个条件呢 可以代替原来的bonded 那那样的话就可以得到 跟这个OG里的空间 OG里的空间那个性质 就是close bounded 就是叫做Bossano-Wirstruss定理嘛 那就有一个类似于Bossano-Wirstruss定理的 但是对于一般的complete metric space的话也是对的 那这个概念呢 来代替这个bonded集合的概念 那就是所谓的totally bounded 我们说一个集合是totally bounded 那这个条件呢 那这个条件呢 有点跟compact条件呢 有点类似 它是说呢 给我任何Epson大于0的话 存在有限多个 以Epson为半径的球 使得呢 它呢 可以由它来compact 就是 这个球的话 就是半径是Epson 就所以给我的 Epson给我这个半径的话 我可以找有限个球来cover它 是吧 当然这个有限个的个数 是随着半径而不同的了 也许你Epson是1的话 也许100个可以cover它 Epson是2的话 也许就是要更多的1000个 才能cover它了等等 是吧 所以虽然是有限 可是它个数呢 是随着要求的半径 这也是合理嘛 你半径越小的话 你需要的球就可能要越多 对不对 所以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就是所谓的Totally Bounded 那 它是 如果是Totally Bounded的话 它一定就是Bounded 也很简单 但是反过来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是比 一般我们讲的一个集合是Bounded 这个条件呢 就更强一点 那这个 证明说 Totally Bounded 一定是Bounded的话呢 也很简单 所以呢 我就固定 因为要证明它是Bounded 我就固定任何一个Epsilon 如果等于1好了 无所谓 随便取一个了 以1为半径的话 就有限多一个球 以1为半径来包含它 是吧 那 那我要证明它是Bounded的话呢 就说任何两点的距离 最多是不超过一个固定数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任何两点 哦 任何两点 K里面的 好 那既然它 这个K是BJCover 所以 X一定属于 某一个 球里面 Y属于 可能是另外一个球里面 所以呢 我就来看一下它的距离 最好用呢 就生亚不等次了 那这个XY的距离呢 就跟XJ XJ跟XK 跟XK跟Y的距离 和 还来得小 那第一项跟第三项呢 不超过1 那中间这一项呢 因为只有有限多个嘛 所以不超过有限多个的 最大的还是有限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 小一等于 maximum的 所以整个是小一多少呢 所以是整个是小于2 加上这个maximum 反正是一个有限数就是了 这对于任何两点的话 都是这样子了 那表示它是bonded 是不是 好 所以如果它是totally bonded的话 它一定是bonded 那反过来呢 不对的话就是这个例子 它是bonded的 那这个这个极核 K就是bonded的嘛 是不是 但是它不是totally bonded的 为什么呢 因为ε如果取得 1 2分之1的话 你就不可能有 有限多个 2分之1为半径的球来cover它 是不是 一定要无穷多个才够 是不是 那半径如果是2分之1的话 它不可能有限多个不可能cover它 就是k了 k就是整个空间 所以反面是不对的 那我们这边主要的定理呢 就是说呢 就是类似于你们的高维的波障的 波障的Weilstrass定理 compact operator是closed bonded 在一般的metric space的话 就是说compact operator呢 是closed and totally bonded 就把bonded的这个条件 用totally bonded的话 代替的话 那就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了 当然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虽然是叙述上看起来很简洁 可是实际上不太好用了 你说验证一个集合 bonded的话还比较容易看了 如果验证一个集合是totally bonded 怎么验证呢 几乎还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用处不是那么大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定理了 那这个呢 而且稍微还有一个限制 就必须是complete metric space在线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高维里面的 Bosano-Vastros定理 那简单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 如果是complete的话 当然它已经是closed的 已经没问题了 是吧 但是前面只证明到是bonded 我们现在还需要证明它是totally bonded 那这个也没 因为事实上totally bonded跟compact的条件 看起来就很像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很简单了 所以利用compact要证明这个totally bonded 那你就固定一个半径 那有一个open cover k里面的任何一点 以任何一点为圆形 Epsilon作为半径所做的一个球 那这样的话它至少已经coverX了 那你所有的这个个数当 有可能是不可数多也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open covering 所以利用kscompact的话 它就有一个有限多个的这样的球 来cover它 那就是我所要的了 那就是我所要的了 所以closed本来就已经前面就有了 你看totally bonded也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方向就有了 时间上有点 所以主要的证明呢 是反面的 那反面的证明呢 真的有点好像不太来得及 但是呢这个证明呢 就跟你们高维的证明 那个Bosan and White Strustin 很类似的 所以你回想一下 如果你高维的那个证明懂的话 这个证明就很简单 几乎是跟它 就是模仿它做的 所以你回想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回想一下 高维的证明好了 实际的证明要到下一次了 好不好 高维的证明怎么证呢 一个集合在这里 在欧几里的空间里面 因为它是bunded 所以你可以画一个长方形 把它框起来 然后呢 你把它分成四等分 是不是 直的二分 二分之一的时候 这边横的二分之一 就分成四块 四个小长方形 当然K里面一定是有 无穷多点了 如果K只有有限个点的话 那当然这已经 没什么好证了 已经是compact了 compact就是有限个点的推广了 所以K是 我可以假设它是 我无穷多点 那你四块 这是什么呢 就是鸡龙原理了 这是最简单的 是不是 你现在有无穷多个点 你有四个鸡龙 有无穷多只鸡子 那你一定 其中有一个鸡龙 会包含无穷多个点 是不是 所以假设呢 是这个鸡龙 包含无穷多点 是吧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鸡龙再分四块 然后再重复用 然后再重复用 这边有无穷多个K里面的点 那又四块 再利用一次鸡龙原理 所以至少有一块 是有无穷多个点 是吧 假设呢 是这一块 所以你就一直做下去 假设是这一块 然后这个再分 就把它再分四块 是吧 又有一块 有无穷多个点 等等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一直这样 无穷多个点 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subsequence 你就可以得到 一直一路的 有无穷多个subsequence 这样一直下去 是不是 那你说越分越细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有无穷多个点 在这个里面 这表示什么 这个距离越来越近嘛 所以就是 有一个subsequence 收敛嘛 收敛到这个 所有这些 方块的intersection里面嘛 最小的那个 四分之一的那个 一路下去嘛 那这样的话 就证明说它是 事实上是证明 它是sequentially compact 我们要证明compact 但是因为compact 跟sequentially compact 是等价嘛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 一个subsequence 它收敛到一点 那这个就是 sequentially compact的条件 你看 我们之前只用到 bounded的条件 那又因为它closed 所以这个收敛的点 一定仍然在k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 就得到 它是sequentially compact 然后利用等价 所以它是compact 所以这个是高维的证明 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我们就 当然你说 一般的空间 怎么四等分 都没办法分嘛 就是在欧阶底的空间 才能够这样做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那就利用 totally bonded的性质 你把它分成 所以给我任何一个半径 你分成有限块 所以这个有限块呢 就相当于那边的四块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你现在这边只有有限个区间嘛 有限个球包含它嘛 但你这边现在有无穷多个点 那至少有一个球 包含了无穷多点 就有一个subsequence 都在同一个球里面 然后你对那个球呢 再来做 再用一次totally bonded的 又是有限多个点 所以不一定要每次四个点了 只要是有限个点 就得龙原理就可以继续用嘛 是不是 所以就一直做下去的话 就一路就有subsequence 那这样subsequence 就收敛到某一点 再利用它的close的性质 所以那个收敛的点呢 仍然在k里面 所以就得到它sequentially compact 那这样的话 所以再利用这个 就等价于compact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呢 这个细节部分呢 我们到下一次在这 好不好 好 下个 好 下个